朱先生是广东人,平时最爱喝茶,已经喝了二十多年了,尤其爱喝农茶提神,牙齿都喝得发黄了。 最近朋友却拉着他,不让他多喝。 Hello,大家好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 哪有这么夸张,我都喝了二十多年,还好好的。 朱先生笑着对朋友说道,你看那些普洱茶,就是发霉做出来的,肯定有黄菊梅素,网上都这么说。 朋友看他不信,急忙补充说道,真的是这样吗? 朱先生疑惑了,这茶究竟还能不能喝? 一,茶文化起源于中国。 茶是由中国制造茶文化,在我国已经有上千年的文化历史,不管是制茶还是饮茶方面,都有着比较深刻的研究。 我国大多数人都存在喝茶的生活方式,不管是在茶种类来看,还是在品茶的方式上,茶文化都透露着博大而今生的文化知识寒韵。 在生活当中常见的茶种类有花茶、绿茶、红茶等等,适当地喝一些茶,能够给身体带来养生保健好处,有助于提升醒脑,加速脂肪物质燃烧。 二,适当喝茶,可以给身体带来哪些好处? 一,茶水当中的咖啡因成分可以有效帮助脂肪在体内的燃烧,起到减肥瘦身功效,尤其是在吃肉是过多。 身体当中动物脂肪以及动物脂肪含量比较多,适当地喝一些茶,能够起到解腻的功效。 二,在泡茶喝茶的时候,有助于提高神经中疏思维运转活力,散发心情,舒缓压力。 三,适当喝一些茶,可以起到止咳的功效,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天喝几杯温热的茶水,有助于消暑解毒。 四,茶水当中所存在的咖啡的成分,有效使神经中疏保持兴奋,起到提升醒脑功效。 三,或比土坑酸菜,还坑,建议这四种茶叶不要再喝了,否则会伤身。 一,生茶。 这里所讲的生茶并不是指普洱茶,是指没有经过发酵的绿茶以及新鲜的白茶。 这几种生茶的刺激性比较强,茶本身本来是属于寒性身体虚弱或者是患有肠胃疾病的人,最好应该少喝一些生茶。 虽然现在的天气比较炎热,绿茶大量上是建议大家要少喝,春天喝太多的茶,容易导致身体出现上火现象。 毕竟刚刚制作完成的茶叶,火气尚未消散。 购买回来以后,建议大家在家放置一段时间,刚制好的白茶以及普洱茶。 经过长时间的储存,成为老茶以后,能够减少有害物质,避免身体更加削弱。 二,搓干茶。 取几两干茶,放在手掌心当中揉搓,在揉搓干茶过程当中,如果发现有粉末状茶或者是颗粒状的物质,应该是被添加了香精物质。 如果发现茶叶叶的颜色出现一些变化时,也有可能是被添加色素。 有些黑心商家为了能够个人的利益,什么事情都可以做,春天来临,大地回温,人们的食欲正在慢慢上升。 这是吃喝的好季节,如果喝大量的假茶,农药残留物以及激素物质,食品添加剂超标,会导致身体出现一些负面影响。 三,香精茶。 在表面的意思来分析下,这茶就是在茶叶制作过程当中,被加入大量的色素香精等其他香味记忆子来提升茶的香气。 改善颜色。加入香精的茶叶并不属于质量安全合格的产品。 最主要的是,香精茶当中添加的大多数是油化工组合物和榨汁机,经常使用含有香精的茶水,身体当中积累更多毒素以及化学产物,从而危害到人体内脏器官以及生殖系统。 在另外一方面来说,这些化工物质会对于身体产生一定的患癌风险。 其中就有绿饼醇,饼吸鲜案。 这类物质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致癌物名单。 四,发霉的茶叶。 春天新茶刚刚上市,大部分人都喜欢喝一些绿茶。 如果盲目地追求喝新茶叶,然而家里储存很久的绿茶,不舍得丢弃。 天气一热储存时间长,容易出现发霉变质的现象。 大家在喝茶叶的时候,一定要仔细观察茶叶是否出现发霉的情况。 黄菌酶毒素会存在于各种发霉食物当中,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级致癌物。 存在的毒性胜过披霜的68倍。 如果茶叶在储存过程当中没有密封好,储存不上,出现受潮或者是高温反应, 都容易导致细菌以及其他微生物滋生。 一旦误食会加大身体负担,尤其是肝脏受损功能严重。 四,应该如何选择适合自己喝的茶。 一,体虚的人,如果感觉自己的身体比较虚弱,不妨喝一些红茶。 红茶的种类多,而且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进行选择。 常见的有点红,正山小肿,精俊梅等等。 二,经常口干舌燥的人,口干舌燥的人,不妨适当喝一些乌龙茶。 乌龙茶口感清香,而且种类多。 做工以及制作工艺不同,受到众多人的喜爱。 三,容易上火的人,春季本来天干七早而且风多。 如果自身容易干燥上火,不妨适当喝一些白茶以及绿茶。 适当喝一些绿茶,有助于清热降火,缓解身体毒素以及代谢产物堆积。 四,消化系统不好的人。 如果是消化系统不好的人,大家不妨适当喝一些黄茶。 黄茶不仅可以提高肠胃蠕动速度的同时,还有助于吸收更多营养物质,增强身体妨碍功效。 一,患有入睡困难以及失眠障碍的患者。 二,贫穴的人茶叶当中的硫酸物质会与体内的铁元素进行结合,形成不易溶解的沉淀物质,是体内的铁元素不充足,容易引起缺铁性贫穴,加重身体削弱。 三,青少年以及孕妇,哺乳期的妇女也不宜喝太多农茶。 四,患有慢性咽炎以及慢性肠胃炎的患者不宜多喝茶叶。 茶水当中的茶多分物质容易刺激胃酸分泌过多,不建议患有消化系统溃疆以及慢性胃炎的人口太多,避免加重肠胃疾病的发展,特别是农茶。 五,身形消瘦以及患有营养不良的人,在进餐时或者是进餐后喝茶,会干扰到体内微量元素以及矿物质元素的吸收利用,导致身体更加虚弱。 六,患有尿结石的患者,患有尿结石的人体内的结石会与草酸钙相结合,而且茶叶当中富含草酸物质,会跟随尿液排出的钙元素。 形成结石,导致患者病情急剧加重。 好了今天老人如何喝茶更健康解了吗? 感谢您观看今天分享到这边。 喜欢这个视频可以点赞收藏,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。 下个视频再见。